高雄市长韩国瑜及市府团队3号接受了高雄市议会的总质询过程中 韩国瑜和民进党籍议员唇枪舌战50分钟的质询几乎就是吵了一场架 韩国瑜在4号的社交网站上发文 以居心不正 是非不分 宽以待己 言以律人16个字 批评民进党议员无理质询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最后一天 韩国瑜面对民进党议员李乔如的质询大动肝火 李乔如先是要求市府官员全部离席 批评韩国瑜不去参加行政会议 只顾着参选2020 韩国瑜则指责李乔如问证两套标准是不及格的议员 当天 民进党议员在质询其他市政府官员时 也同样爆发口诀冲突 整场质询几乎就是 绿营议员与市府团队大吵了一架 这个新的团队被冤枉被误会被批判的已经太过度了 次日韩国瑜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 他认为政治人物不及格的最高境界就是16个字 居心不正 是非不分 宽以待己 言以律人 韩国瑜说 绿营议员过去20多年中并没有做好监督的角色 否则就不会有一座负债3000多亿新台币 经济凋敝 人口外移 弊案缠身 花100多亿修路还可以出现5000天坑的没落的高雄 现在自己的团队奋起直追 就是要追回高雄失落的20年 也盼望在下次质询时看到一个公正不阿 是非分民 言以律己的及格态度